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你自己把道理沒有搞清楚,有味道而言人,不搞有味道啊! 因此一般人,不是加了一點就介紹一點,以這種方法來認識這個道,收這個道,並不是收到錯誤。 刀就對你拿了,就本來就是刀。 這個下面引用的十針,引用中國三國二十針。 法庫,法庫,即在不遠。 法庫,看木頭,庫也是木頭,木頭的樓掌,把它砍下來,學好了以後,把它做斧頭的,看木頭一個大斧頭的把子,庫也是木頭。 古人做的事很妙,你不要看古人做的事,就是不需要做書的。 有什麼感情上,在山路的看木頭,換句話,法庫,法庫,我們就白話說,看啊,看啊,就是這麼做的。 你不要看到十針,十針,古詩啊,正點,正點是記載古人,看啊,看。 那麼你再要白話來寫,法庫,咔嗒,咔嗒,一樣道理。 你這樣懂,那些古詩很輕鬆。 你要跟著古人看著這,什麼叫法?法在看呀,什麼叫庫,庫在墨汁呀,什麼叫庫,庫在樹幹呀,什麼叫庫幹? 庫幹在樹叉呀。 哦呀,她叫幾十萬師。 那就叫做蘇黛寺。 我學師,不該做書。 我也不敢做蘇黛寺,沒有興趣。 所以我讀古斯,我讀得很好。 哎呀,古勇士將做得好。 南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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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看不開頭啊,看不開頭啊, 就這樣,就是它是看不開頭。 幾爵不怨,怎麼說? 他就啪这样,就在这里,看木头看怪了,看到这只木头哪只不都动,一下就看下来,看怪了,树能生巧。 那么在山里头看木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嘴里一变腻,嗨呼,就看下来了嘛,就很简单,就是翻哭,成这样。 因为作诗,没有特别的,就是这一套,因为我也会作诗,是作会了以后,开始是正在作诗,修作诗,这个作业化,那个作业化,那个作业化,作会了以后,诗就诗也乱,诗就诗出来了,用脑子想一想不是好诗,真的好诗不用脑子想的,想出来那是诗样的诗,不是诗样的诗,诗样的诗,不用脑子想。 诗叫做灵感,什么叫灵感,就是发哭,发哭,就是这样一句说,你这也不愿,他这个发哭啊,摆在前面。 那么怎么在世呢,只可以发哭,你儿子是有意愿啊,这个在世妙得很,只可以发哭,拿到一个斧头, 在后场,我们这些,到山里头国潮看才,我们一定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没有看过了,让人家拿把刀给你指挥了,怎么看,然后看到这个树, 女儿长重叮到这个树 看下来,怎么看,看下来看下来,反而反对还看不下来,也看不下去,只可以反复,拿到木头又去看木头。 尼二十字,尼,中文字很多,眼睛看的很多都是眼睛疼。 除了面提起于中天,都像王国佛那个面子,就那么看。 尖被其傲,那个尖就是这样看。 这个回庙一笑,白名声回庙就是写起来那么一秒。 每个字啊,每个母人旁边啊,看那个形容,那个眼睛看法不同。 就是你啊,那个眼睛都睹起来,看那个字是大把子。 这个王周伟说你,你啊,每个字要说清楚,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字要认识。 他看母头有个A,我们这个外方看母头哪个幅头,眼睛瞄得中的像, 一张什么看下来,结果啊,树皮都看不懂。 那,是科硬犯,科硬犯,科硬犯,尼二十字,有意欲远。 你越看越下不了手,看不懂。 这个话你是载死什么,你拿什么载死也大概,这回讲的乱吹的也吹到我这个样子为止了,没办法载死,只好借用。 借用什么? 借用什么,欄中被外� Because quand wastan. 这就是说人本来有道,这个道,人叫不到道 zone like whale bullion , 湾中有个比方,奇扭灭牛。 你奇扭不得上?所以我牛在哪里啊?leigh ... 就是奇扭灭牛的道理。 可只可以法库和自在不远。 何本数一个法库,你而是只有一余的。 那才終於解釋完了,就是行用人,洗牛腳牛,你永遠找不到。 還有一句話說,人本來在道中,人本來有道。 自己認不得自己,生生就收到,必要去收個道,找到你一輩子收不好了。 去收到,永遠沒有看到人收成功,你在道中去收到,你怎麼去找? 所以,有時你懂了以後,原來我們像古老祖宗的文化,遲到早就曉得了。 不懂禪宗,興趣一定都懂了。 只可有八可,你二十字又一。 古君子啊,一人之人,改兒子,這就是儒家了。 中用之道,始終不想你推到高越的地方。 始終把高越之道拉到坪上直接來,坪上就是道。 所以道真正用,用到人生的道理,靜止的道,一人之人。 你不要把這個字啊,又看成正字了,做錯了。 自在管理。 怎麼樣人管理人,你看到別人的錯誤, 你想說,啊,人,我不能做這樣的事。 看到人在隨便發脾氣,莫名其妙, 你看到人家做了莫名其妙的事, 你不要再自己就要翻身著。 我碰到別人出事,不能做這樣的。 就像你看到人家穿的衣服不對, 自己背後作為歪曲嘴巴在笑, 可是你的衣服要穿好啊。 結果你一說他穿不對, 你那個褲,聽起來都沒有摔到褲袋裡頭去, 一般露人外面的, 你需要人家人家的褲子。 在後面還在笑你呢。 這就叫一人之人。 你觀察別人,自己笑太多人。 蓋兒子。 所以哪裡有個標準啊? 看到人家的錯誤就是標準。 福在哪裡? 看到一切眾生有苦,蓋兒子痛苦了就是福。 看到別人在莫名其妙起無名煩惱。 你們的無名煩惱, 你那個時候就是正在那樣, 信心、清靜、極盛、慈祥。 誰知道在哪裡去找寶養? 你只哭一碗哭, 拿到牧頭看牧頭很容易啊, 牧頭走在這裡, 你沒喊就下去了。 才一人之人,蓋兒子。 那別人的錯誤, 就是你的老實。 那個錯誤這種就是你的老實。 真的是老實。 你看到他的錯誤給你一個正告, 我不能做這個錯誤。 看到一個好人做了好事, 他是你的老實。 我用個笑法這樣做, 說一人之人。 當然說話講, 人比人氣是人。 那中文講, 人看人好救人。 就是這個道理, 該過來就懂了。 他終是偉道不願, 而也會失去急, 而不願, 也會失去任。 孔子就提醒, 這場兒我們怎麼要收到, 怎麼要請到, 孔子有一次傳了密宗。 孔子在密宗, 你們曉不曉得, 我們要聽到話, 孔子在籠語上傳。 有一天,公主看到那個書寫得很妙,讓你想,公主莫名精妙,打開,我想想,要不然我腳衣沒有夢見他了,坐在哪裡休息,還在坐在搖椅上搖啊搖啊,那個書生正直跑過來,正直一定像我們這個殘堂在大棋一樣,貼貼穿話頭啊,大棋。 我搞得風頭風頭在他前面,剛剛跑過來,同時把他一叫,聲聲,叫他名字。那個精子正在好好修道,用功夫,聽到老師一叫,一回就來,就什麼?誒,各自說,五道一關著,就讀一讀,五道一關著。 這時代有個道,就一關道,就套用孔子這個話來,孔子講,五道一關,這一句書,你看那女人就讀得很哦,你讀懂了這個書啊。 徒指出,你讀懂? 除非為無人,勝呼。這個面容的記載,孔子就叫,孟子,你過來,真直是,你回頭。等他還沒有開口,孔子說,五道一關著就是這個, 靖子一看,等了,开悟了,靖子出,靖子开悟了,他们两个在这个里头演戏啊,师徒两个传来美中啊,靖子一开门啊,外面同学在外面等着啊,让他叫过去干什么,挨骂啊,还是给他东西啊,结果不晓得他两个搞什么,靖子出,蒙面问最大同学, 同学问他,诶,老师要什么传的啊?哎,不晓得知道,中学而已啊,没有什么,您不要怀念老师,并没有传了什么,就告诉我,这两个就是中学而已,你看靖子啊,孔子学生的传道的最诚恳的那种,结果说了谎话,出门就说谎话,孔子是意外,就是这个,他同学问他,他这就是,不晓得知道两个,中学而已啊, 他刚才一个,他变成两个,加上孔子一万就三个了,是不是?你看这一个能力,这一家说越多越有趣,越多越妙,我当时做的是这个真妙,当然说那产生以后再做到这一种,孔子传给他当,所以也会死了,孔子那么多弟子只有传道于靖身, 可是靖身最怒过程,不是笨而怒,最老实,话都讲不清楚,你叫他上台讲话,结结巴巴巴的,可是你说他人嘛,真诚恳,真老实,这样叫做怒, 所以他最后传道,玉冠子给他,他出来告诉人家,中学而已,他看这一般同学,功夫没有到,修访没有到,所以只好给他讲行,不讲道题,就这个,这个有哪个?玉冠子,玉冠子挂到哪里呢? 结果小型摩着管,形长出来矛盾,小脑子来管,脑灰花了,挂到哪里去呢?给日本人用心啊挂呆,鼻子来管,这辣椒水,那更不是一种管子呢,他就说,他总说讲这个,他懂了,要那种子出来呢,没有办法告诉同学们,因为小的他们都没有到,你只要好好做人,福祉主到,中学而已, 什么叫中学呢?推记起来,你一想到,不乐意做的事,你不要叫人家做,我不乐意拿的东西,不要叫人家拿,我不乐意听的话,你不要叫个人家听,你怕人家骂你,你不要骂人,你怕人家笑你,你不要笑人,就是中学之道,中推记起来, 素道,高用人家,就这样行为了,就是素,素能够高用,所以福祉主到中学而已。 那么这里,所以这里有一部真子,空子传道于真子,真子做了他的生根,就是大学这一篇,真子传道给空子的学生,因为空子的儿子教死,这有生子,空子的生子祖师,真子又传道给空子生子祖师,祖师就中用,去说他祖父的这个道。 所以他这里在说,棕树啊,圍道,不也。注意个字吧,中树是不是圍道这个圍呢? 圍。 好了,他跟他老師來講兩樣的話了,真主說,孔子叫他真主,無道,一關主,真主出門,同學問,說就知道,總是要一個比兩個。 你看看,我們剛才提出來討論,真主沒有把真正的孔子的心法表達不出來,只好在行為,叫同學們,你慢慢去修吧。 是修到的東西,本不是見到的東西,所以宗宿是神,不是見到,所以宗宿才是神道,這個神啊,懂道局裡,本不遠,就是這個宗宿。 一個宗宿,這一面,這一面,所以啊,這裡你特別注意,這是畫弄變成一隻眼睛,宗宿是偉道不遠,宗宿怎麼可以講它偉道呢? 宗宿是神上,道的神,中用重要的是將見到以後收到這一戒很難,所以從神上來見到不是不可見, 所以宗宿是神道,為道並不遠,它正是道。 善神真的就道,這個道你不要求見,自然還誤道,所以你的道德善神造假不造假。 復家也一樣,復家說,正剛才好過重的,你要善神功德圓滿,你的智慧自然開發了,自然會誤道了,會正在佛地,還帶到博人。 所以說,宗宿偉道不遠,告訴青年同學們讀書,不能麻布。 像這些書也不是老師,我當年老師教我,至少在背,管它圍到不圍到,說背了,不去不當手上就好了,為什麼看一個圍字呀,管它什麼都不管。 就念以後,就慢慢懂了,哎呀,這說宗宿偉道不遠,就是幹什麼的。 不容許文章,不亂用一個字的,患不得的。 所以圍到這裡是花弄點鐘一支夜。 所以它是忠實之行的。 圍到不遠,出去截而不遠。 所有事情,你不虐於人家家人,你身上的痛苦,你不要家給別人承上去。 這就是道,附加的就是慈悲。 什麼事情我不虐於接受的,你不要叫人家接受去做。 換句話,剩菜、酸辣,我不願意吃。 S是M,你喜歡吃酸的,你吃吧,那就不忠素。 沒有這個道理,寧可你把它倒掉,你都不願意為什麼給人家這個心態不好。 所以啊,十句截而不遠,一回十月,你不要家人家去讀。 這是宗書的道理。 那麼,它引用它的祖父,孔子的話。 然後,比如說,孔子的話,精度讀道士。 酸,我們小的時候不敢這樣念啊。 摸,不敢念,酸著。 這個酸著你可少一筆。 為什麼少一筆啊? 古人寫到皇帝聖上的名字。 不能完全寫出了,寫出了不得了啊。 叫做半會的。 那不得了,帝王時代要發頭的。 所以念到酸,酸著孔子的名字啊,孔酸啊。 所以只好念摸,摸摸這個摸。 就這樣子的。 所以後來,因為帝王時代, 姓酸的人本來都是有這個酸下面。 為了姓酸的人避免,你貴姓啊,我姓酸, 我哪個多一個耳朵的,所以酸人旁邊,加一個耳朵。 其實都是一個酸。 為了避開信任的名字,所以多了一個耳朵來聽一聽。 酸著現在就是這個酸。 他說,君子之道,有四種。 人家有四種標準。 酸、為能、業。 你看公子的謙虛。 怕我啊,做人,做一輩子,一樣怎麼要做到。 哪個種? 思求和子,以師父為能、業。 他要真正,看我不是個孝子, 真正做到,做人的兒子的本分。 孔子說,我很抱歉,很遺憾,我沒有做到。 因為孔子父成教師,才是個孤兒。 所以父母,母親後來是非常痛苦,又窮苦。 那個姑姑要是白著,還要他。 十二歲就要開始做事,養姑姑、養姐姐。 所以他講,思求和子,以師父為能也。 其實他本來不曉,父母叫故事。 思求和子,以師父為能、業。 讓我們好好救人家,一個大幹部,高級幹部。 後面就打恨道歉。 那什麼? 孔子叫他,就那三個月的司法行政部他, 他向來把孔子第一名人掃進門, 就殺到演出演出大家, 在政治上的攻擊排擊他。 三個月就下牌。 然後他想為了個精靜做一下,精靜文化,而自過平貼下。 他結果做不到。 因此他只好離開自己的國家,就有列國。 所以他知道。 那時候,思求和子,以師父為能也。 但我一個不想,沒有做到。 思求和子,以師兄為能也。 所以兄弟之間。 他的兄弟,一個姑姑, 後來靠他年輕,所以他什麼事情都幹過。 也給人家幹過。 修稅磚,跑去打工。 修稅,什麼都搞過。 他姑姑後來要找故事。 他沒有認到對姑姑好好地,這個時候的家人。 修稅磚,說出乎朋友,些事之為能也。 在朋友之間呢,他沒有遺憾那樣說什麼。 些事之為能也。 這句話很嚴重。 他的好朋友很多啊。 衛國的周白瑜,是他好朋友。 徐國的燕,小兒子宰相, 歷史上的賢宰相,葉英,是他的好朋友。 但是葉英後來, 起過大城旁邊。 這個王的時候,葉英受難的時候, 控制,沒有辦法救我。 那兄弟非常痛苦。 看我的朋友, 他要寫詩子,問什麼寫詩子。 我接受朋友的好處太多了。 朋友不是給我的太多了。 我能夠朋友沒有困難, 我先能夠不是給朋友的, 他我做不到啊。 他一輩子寵啊。 他只能夠接受人家的好處多啊。 他我先能夠,人家還沒有給我好處, 我先給人家好處,他做不到啊。 所以他都很痛苦。 人生的,就是孔子的痛苦。 一個人真正搬送自己, 你們還年輕不知道, 到了紀歲歲,搬送自己, 家庭、父子、兄弟、朋友、子劫。 稍稍要到達所養的人, 最終遺憾就來了。 那給朋友幫不上忙, 那個心裡無非的痛苦。 他說我只有擁得之心啊, 擁念之心。 又說不足、不感、不滅。 由於不感中, 念故性、行故念, 真是無不悄悄。 他我只有啊。 因此我只有這麼辦。 擁得之心。 我們把這一節講完好不好。 他擁得之最平凡的行為。 都擁最平凡的行為。 之心。 他我不敢麻糊。 最平凡、最平常的行為。 到底我都不敢麻糊一點。 擁念之心。 最平常一句話不敢亂說。 當然不會說人家的壞話, 也不會跟人家吵架。 平常一批隨便的話, 我都要怕他不敢亂說。 忍住人最困難, 一個念,一個心。 念心。 說得出要做得到。 做得到的,才敢說。 所以擁得之心。 平常一般人, 你們說婆婆媽媽的夫人之人, 夫人之人都要做到啊。 夫人之人, 我以留給告訴兒子的話, 我以善小而不為啊。 我以我小而為之啊。 你不要看到有些小善, 哎呀,不在乎, 等到我有權大不是, 現在的你的就是我這些拿來的。 不行的, 只要擁得之心。 擁你的, 有時候不足不敢不免。 他在普通的年性上, 我自己翻身虧欺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了。 堅持自己, 不敢不免。 正量的努力。 躁愈不敢爭。 做人做事, 這句話非常重要。 就保持最好躁愈, 不要做絕了。 你就是罵人吧, 不要罵絕了。 大人嘛, 最好還留得可以相互看得好的。 就不要做絕了。 快一句話說, 做人做事, 留一點後腹給人家好腳丸。 也就是說, 留一點道路給人家走, 不要做絕了。 什麼風土給你缺夠了, 留一點風土給人家缺缺。 等於說, 上鏡頭嘛, 我正常看到有些人上鏡頭, 平平急過來, 你留一點空氣, 給人家照一隻眼睛也蠻好。 有些人上去哪來照嘛。 像我們那位, 更方永遠, 所以碰到上鏡頭的時候, 老腳就躲開來, 人家想著趕快跑前面去。 就留一點多餘的給人家。 由於不敢爭, 念過性行過年, 說錯的話, 一定要做得到。 做個大的事, 不要亂說。 念過性行過年, 政治復不嘲嘲。 他說, 一個求政治知道, 偏偏, 心裡頭嘲嘲什麼? 消消行行, 不敢, 不敢放肆, 不敢麻糊。 空子, 做事應用他的舊父, 空子在這一邊。 這樣, 忠用之道, 修道這個行為, 作用這個行為, 要舉止。 所以, 他把他的舊父的話, 就這樣, 念送了。 這個道理。 就是修道不難, 你不要看到後面, 他把舊父的話, 念送得那麼難, 幾口, 用八口, 你二十字, 幾嘴不遠啊。 講了半天, 還是這句話, 一人之人, 改而行。 社會, 其他的人, 就是我們主人的一顆政治。 看了人家的錯, 自己不要犯, 看了人家的對, 自己離開要跟他修, 一人之人的道理, 只此而已。 我們這個忠用上次講到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講道的園子, 如何建道。 這個道的大園子在什麼地方? 第十三章, 整天開始, 是將如何修道。 那麼在中用的, 將修道的道理, 在中用的, 講修道的原則, 基本上, 就是抱定一個字, 數位而行。 這數啊, 我們最少就是, 鋪數的數。 數就是拜訟, 單獨中文字的解釋。 那麼, 這個借用的義力, 它的義力, 所謂數, 就是非常平常, 本分。 所以真正一個, 見了道的人, 如何去修道。 修道的道理, 又法則非常簡單, 就是能夠保持平素而樸素。 就是說, 那現在講, 手之本位, 在自己本來的崗位上, 不變動。 所謂數之位而行, 這個位啊, 就是本位。 現在生命是光, 所謂崗位, 不離開自己的崗位。 不岳父之外, 就是說, 不管外來的影響, 不是外界的刺激, 不是外界的環境影響。 這個理論講, 這都很容易做起來, 非常難。 因此, 下面臉到基點, 富富貴, 尋富富貴。 本來, 自己出身富貴, 或者是, 現在焦慮正在富貴中。 本不是富貴裡面, 不可以收到, 非要跑到山裡樓去啊, 到廟上去啊, 還要把自己搞得可憐些些, 像個叫化子一樣的, 叫做收到, 規定。 所以, 是富貴, 就是富貴的本位上可以收到。 假設, 現在環境, 或者自己的本來是貧與戒, 富貴是兩件事, 我們直接帶過去啊, 鄉上大家都知道, 所以不多加展示。 富是富, 貴是貴。 民歌的講是富貴, 兩個展示有很多啦。 所以, 我們平常都看到, 不念到門口貼著, 五福靈門。 五福出了中國文化, 書中, 中國文化的根本。 五福裡頭, 不念貴, 沒得貴著, 只要富。 貴, 是後世人的觀念。 地位高了, 要全位叫做貴, 這是後世的觀念。 但是貴啊, 有幾種。 你在後面哪一個, 小的地方就跟他們後面, 打了小的地方, 想想多麼放肩, 哪一個, 要變成, 不要我講。 那, 這個, 貴是後來, 後來的展示。 所以有幾種, 譬如, 普通八爪位, 這一些叫做貴。 這有兩種, 還有輕貴。 過去所謂貴啊, 過半沒有錢。 那麼, 真正的富貴那樣, 跟連起來, 就是, 所有是有錢。 現在人的觀念。 所以富是富, 貴是貴。 這個不多就在, 平是平, 平是窮啊。 有人說笑話, 總會是這個瓶子啊, 總攤子兩個差不多的啊。 攤過頭了, 就變成瓶了。 上面一個命令, 下面一個寶貝。 你的寶貝會命令, 歸你鈔票, 等於寶貝, 你可以組合用。 那就必須要攤。 攤這瓶, 不是攤污的意思。 就是你要攤佔有。 但是過分了, 寶貝就封掉了。 這封了下來, 一個寶貝就是瓶了。 多瓶子, 偶像把瓶子啊, 還寫得好一點。 總會是很麻煩蟲子, 蟲子變瓶還厲害。 你看, 我們剛才說, 看到蟲子也比較害怕。 一個洞, 上面這個斜, 上面這個身體的勾, 身體的勾攏來見不得人, 像個工一樣, 鑽到那個洞裡, 不敢出來。 這就叫重大瓶子。 你看, 中國瓶子啊, 往往有些都用相形, 相形, 太子一樣, 可以展示。 是平是平。 戒, 戒又是一種老口, 吐吐在痛苦中, 衣食不能具足等等為之間。 是平戒又是一種。 所以人在平戒也可以收到, 富貴也可以收到, 余地也是兩個名, 一個名字兩種。 東密西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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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蘭的 скl behen Herr Oberan. 民族文化廟開發,為之於熄滅,就是熄滅。 熄滅也就是代表邊區文化路的地方。 熄滅,熄滅,熄滅。 熄滅,我們現在都連到一個名詞來用,也是兩個。 熄滅,但是病苦,我病得痛苦,難是焦慮各種困難。 做事情不順利,環境不好,處處處不打擊,這個人呢,活起來叫做煩難。 那麼也可以說艱難困苦,在艱難困苦裡頭也可以收到。 這真正無辱而不自得。 一個真正了解了道的人,沒有在哪一個環境不自在。 所以在這個環境不自在,另外要到高山上去。 大家出去毛縫,那個人就有道,那麼的道。 小路都沒有一條,大路在都市上,道在都市上。 這個是笑話的意思。 也就是說,一個真正修道的人,不安之本位。 這是以道的理想而講。 那麼中用這種文化、思想、印象、幾千年這個民主的精神。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安之本位,守之剛位。守到自己。 但是你是這樣不正步嗎?不是的。 而本位上,就不斷地正步而行道。 那麼下面說明一個理由,下面講原則。 在上位不臨下,在下位不願,向正直而不愁於人。 在五月,上不願,天下不由人。 故正是居於是命。 小人行鮮於僥倖。 小心是哪? 那麼,這是下面引申這個理由啦。 這是特別要注意。 一個人在這了,在上位。 或者,比如說你就是一個老闆,工相蓋的董事長。 還是大老闆。 或者在政治地位,或者在某一種地位,在上位不臨下。 不要忘記了這個數位而行。 因為我還是跟我現在的權力位置是在上面。 但是我也是人,他也是人。 也是平等。 人性是一樣。 所以在上位不欺凌下面。 沒有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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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平等。 非常平等。 就是,在上的人。 可以說, 素上位。 而即身上位。 這個上位總可以收到。 那麼,在下位。 什麼叫下位?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自己一生都是個平民老百姓。 在過去,就是說皮膚。 普通一個人。 皮膚這兩個字。 古人叫皮膚。 現在就是個人。 皮膚這個皮。 就是個人。 主要一個人。 那麼,在中國過去文化上, 說不一。 不是,不是,不是。 一皮不兩皮。 一皮不哪個皮? 就是這個皮。 這個不一。 這個華雕。 說不一。 北一。 這都是代表一個普通人。 那麼,下位也是這個意思。 非常平凡。 不一。 命不見真傳。 誰也不知道。 就是個普通極普通人。 不願上。 所以願上簡單明了。 不像。 並有高。 並有錢。 並有地位好。 不過分要求。 不上爬。 換句話,不拍馬。 現在講不拍馬匹。 不想辦法去專用。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上不交。 在下不自卑。 數月而去。 那麼,要如何做到怎樣呢? 正直而不醜於人。 對著非常難。 完全要求自己。 處處要求自己。 心心方面都是要求自己。 而不要求別人。 也不下人家。 也求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孔子的學生, 就去大學的精子就講過。 求人在位於人。 求人在位於人。 一個人。 特別要求。 不管你就是來求人家, 求人家教你一個字。 求人家聽學問。 聽課。 乃至說求人家寫風再上信。 無論你乃至說今天沒有醬油, 都該給自己借一杯醬油。 求人在餵於人。 心裡不是味道。 這個餵病不是一種可怕。 自己就有點難過。 就被感自然就來了。 所以啊, 人不能講說人造無醬品質高。 一個人做到無醬於人, 人品自然高了。 人品要怎麼高呢? 自己做到了不起。 超越於人, 那是傲慢。 那是狂妄。 怎麼叫做人才高呢? 人造無醬品質高。 人造無醬品質高。 怎麼無醬呢? 人造無醬品質高, 就是當大修組中用社會權益正身。 政治與醬、不醬於人就無怨。 對這個社會, 對任何世界沒有埋願的生命, 沒有怨恨的生命。 譬如我們盡量看他眼前大家的經驗,都曉得,出去找事情,或者見一個人找不到了以後,滿月就要命。 這個是滿月社會,甚至滿月政府,或者滿月別人,都是他不對,趕不上公共汽車的時候,拼命罵公共汽車。 自己坐在公共汽車第一位的時候,看到人家趕不上回去了,還在笑呢。 就是這樣,人的普通人,不能經濟。 而經濟呢,就到五月,一切五月。 五月到什麼程度呢?那非常難。 相不願貼,下不有人。 願貼有人,是任何人都有。 下雨出來,碰到來雨,沒有帶雨傘,把貼都罵一遍。 這個討厭嘛,腳不下,吃不下,剛好我在路上下,很罵貼的。 手貼很難做啊。 所以相不願貼,這個願貼不是願這個下雨貼,請貼這個貼呢。 人會願起命運來。 要說,人活得不容易啊。 自己都願自己的命運,給自己都會恨起來,這種行律。 所以就收養的問題。 第二呢,下呢。 這個上下是相對的命運。 啊,不是一定是下面這個貼,是下面這個人。 沒有一個人踏在你,就等下。 就是一個相對的名詞、行用。 下面不誘人,誘得過錯。 做錯了,就推給人家。 啊,自己位置做錯了,就滿月人家位置擺不好。 啊,自己這個東西空走了,滿月人家就把這個東西擺在路上。 人都會專門推過於人家,很少能夠反求於自己。 反求於自己啊,就信任得到。 所以能夠做到正直而不求人。 五月,什麼叫五月呢? 正正出讓到五月,上不願貼,下不誘人。 一切是反照檢查自己。 不正著,注意與使命。 啊,這裡這個意思啊,就是平易正人的意思。 平常,就是實在是這個。 不過過去幾千年來,要是不讓人強調, 把這個意思,把一正兩個拿在一起。 主義與使命,一定要懂得一正八卦。 啊,然後他會懂得算命。 啊,是我過去也聽到一位老先生, 學長非常好,但是他會算命。 啊,然後一彈起來, 說人一定要會懂得算命。 啊,那孔子都講,主義與使命啊。 啊,再引用人語最後一句話。 不只能無一位君主耶,所以要懂得算命。 啊,碰到就此的展示啊,只好笑一笑。 不能講是,這句話大夫要過去。 這不能說不對,那他就氣得不得了, 已經八九十歲了,你不能使他生氣。 啊,但是展示啊,他的展示也不是創作。 很多書上都把這個意思,懂得已經的意, 拿在一起。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啊,所以說該不該,都已經是另外。 譬如,就要念著中國古代文化, 也是你們將來也會碰上。 我把書上都整理說。 所以中國過去的諸宋程度, 說人要懂得三理。 理據啊,就包括了三理。 所以,啊,這個理據,它要三步。 旧礼、余礼、礼祭这样宣布,礼祭等于中国文化,这个相国文化的总纲,总纲里头的总纲,有时到旧族代价都从礼祭出来,旧礼是政治制度, 所以说中国几千多年来的宪法里头的法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法律, 以理中国人的生活礼貌、社会秩序等等,综合起来叫做礼祭。 一个知识分子,说过去做书人,要自于天下,说不通三礼,不足以为君子。 我们小的时候听到了老前辈教书的时候,你们念成不通三礼,不足以为君子。 我们念成一种诸位一样,因为这个礼有什么看的?礼祭大概这么叫什么? 详细的详细的详细的详细! 我们念成不疙 Thiago 先念成不疙悲啊,或您可能是要vor她的详细, 你们 resource来是来的详细。 因为我们的详细着详细讲的详细的人, 这只详细的详细是我们的详细权的详细。 首先,我们的详细详细, 我们的详细的详细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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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命是中国古书的经常提到 这个命有宗教性的观念 就认为宇宙在生命的本来有一个明明中 无法明知的一个力量 我们像我们叫他混乡 也可以叫他家伙宗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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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感受不清楚了 我只會叫他混江,都可以是個代號。就是說,不能用命了,一個生命本來有一個不可知的一個力量。 那麼復修的解釋就是念力啊等等了,自信等等。 所以啊,這句話是說明一個征業學問修養的人生是不斷的奮鬥,不錯。 不斷的努力也不錯,但是不強求。 你奮鬥與努力跟強求有兩樣嗎?應該是一樣,兩樣。 一個人不斷,譬如說我們有興趣念書,不斷的念書,那是你的興趣,概念。 修養只是不斷的,說我讀了書幹什麼,賣多少錢,那個兩個觀念。 所以聖子所講,故事修的危機,故人啊從修養就到為自己,為自己的興趣。 聖子所在為人,現在都把為人家賭的。 這不然我們不是講過,有一個同學告訴我, 讀大學的時候父母管的太年了。 他跟我講,他從我們年輕的時候父母管的很年,有一天給爸爸媽媽來吵起來。 你再講,再講,我不跟你讀大學了。 我說給他們賭點喊,他們要光用嘛,家裡孩子們不賭書,那沒有面子,所以我平面給他賭啊。 他是講,回想自己過去年輕的心理。 一般只有這麼一個同學。 所以聖子所在為人,他現在,這個是聖子在建國的時候講, 現在一般教授啊,光吹大牛。 學問幹什麼?我修好了以後啊,即使救人啊。 復利貼下,你自己都救不了。 所以古人啊,拉拉,古著修在為,修問是應該做的事。 你不斷地向正努力,是人生應該做的路程,不是為他。 所以說,你有所成就,行有欲利,能夠救死,救人也是應該做的事。 也不是為他表達,也不是為他而求在自己的光用。 是這樣就是拘義,精靜地修道,就修問。 相反的行為呢,小人,小人的政治都相對地明明。 不是小人小一點,政治大一點啊。 小人,行協義,孝行。大家要切實要反省。 大部分的人,從周人,就是一百人,都是走在這個路上。 所以失敗地走。 就是行協。 偷巧,就是行協。 耍花樣,也是行協。 就去路,想辦法,都是行協。 靠機會就是行協。 都想消心而待著,再便宜。 有一點機會啊,就再找便宜,消心而待著。 不老而活,最好。 都說如此,修道也就是,最好嘛。 修佛的人,你替我打賭。 我來舞蹈,蠻好的。 有啊,古代也有啊。 既在火上就是替晨慧出家。 虧疾法是替唐太宗出家。 自己沒有時間出家。 叫一個人,你帶我出家。 還要帶我去收到。 這就是行協而消息,就這麼行。 但是你要想當我們人生最容易犯的錯誤, 我們自己得檢查。 以做事念,主人之精念。 甚至,主人就是自己經常犯這種行律上的毛病。 犯行協與消息。 這就等我試一下,沒有關係。 他們就不再等我來做一下,就一定成功。 都有這個用氣,有行協的用氣。 而實際上,都不是正道的正法。 就是行協與消息。 那麼,他引用孔子的話,一起結論。 這個總結之外, 誰又是乎君子, 失去盡故啊,把仇聚集成。 古代連武功啊,挖工世界, 就是學在部隊裡打靶。 所以,前面一個標的, 每一件要適中那個哄心。 那,孔子有一天, 在監督求生世界, 大概有這樣一個感想。 他說世界打靶, 他要告訴求生們, 他有機會交流。 你們看,打靶這個道理啊, 就是人生都修人修養的道理。 失去盡故。 你打出去,為什麼打不中那個目標? 那一點為什麼不中? 你不能怪那個目標摆歪了。 要擺上自己的功力、眼光,對不對? 所以範圖狙擊成, 要回出來要求自己。 打靶打不中, 沒有辦法要求, 槍不好,手袋不好。 也不能夠說前面那個目標摆歪了, 摆高一點了,低一點了。 你只要做到自己功夫不夠啊, 修養不夠啊。 所以這個就是做結論。 忍生。 一個忍生, 作願做事。 就到了差大好處, 就是中用。 中用道理就在這裡。 中用什麼感覺? 就是控制。 每一刻子彈, 每一個動作, 都種在正中的, 種出的中心, 就是中用之道。 不是說中用, 中用像個藤原一樣的, 你把它推過去來也是遠的, 推過來也是遠的, 後世一般是中華人都在講中用。 你說這個東西好不好? 差不多。 我認為不對, 大開吧, 也許吧, 好像是這樣, 這年就慢慢來。 這個不是中用, 這個是偏用了。 就不對了。 中用是處處或是重的。 所以你真要再是中用, 就控制這兩句話再是很清楚。 是有時候真是中用, 是去正骨, 反手去跡身。 要求在自己正道。 那麼下面, 有這個修道的道理, 這一節, 也講個人要明道以後。 那明了這個道的道理, 怎麼開始修? 下面的書是講, 講修道的快充。 真正之道, 譬如行樂, 譬如耳, 譬如登高, 譬如北。 這個是儒家跟福家那個別人的地方。 譬如是後世的儒家跟福家別人。 後世的幾千年來, 自從福修正入中國以後, 讓他們變得很厲害。 才進入我家, 長交以後, 東邊拉一下福家的東西, 國外貴來。 西邊國外貴造家的東西來, 從時, 這是福比風家文化的一個東西。 可是他們啊, 後來做書人搞得太渺小。 等到, 把兩邊的肉活了以後, 又回出來打兩站。 特別對人, 將福家大慈大悲得錯了。 這麼大。 福比風又小, 而快充大。 清清人命, 愛物之虐。 原來, 這都引用了, 很多地方引用, 控制這些句話, 批捕福家, 什麼都大慈大悲錯了。 要從清清人命, 一步一步來, 其實他不知道。 福家也是五成道, 需要人道開祈福, 再守天道。 天道以後, 守神問道。 神問要遠足, 然後守菩薩道。 要小心而到大神, 是一樣的。 可惜他們當時啊, 說症太多了, 把他壓荒了。 其實得抓一根針針, 就來變起來。 那麼, 儒家的道理呢, 當時, 不管你修道, 修福, 所以一如家衛基礎來, 修持, 行道, 沒有錯。 所以說, 君子之道, 他就譬如想叫路也, 修道。 譬如行願, 你要教育, 別人, 總要從門口, 從自己本位, 第一步, 而就是正, 遠跟兒那個相對, 就是遠跟正那個相對。 你必須要起步, 第一步, 從正路走起, 一步一步, 向前面走。 他必須要登高, 爬高了, 你必須要第一層樓下爬去, 比爾卑, 最低的地方, 開始跨, 被他們列登, 壞家就說了也好。 結果說, 我要特別聰明一點, 人家要慢慢來說, 這個社會, 我把它掰一下, 幾天, 有時候同學問他們說, 你把某一本書看看, 某一本書看, 看過了, 本書看過了, 翻過了, 我眼睛就大了, 你還有本書翻過了, 翻過了, 那個書寵啊, 每一頁它都翻過了, 它到底還是寵的, 翻過了什麼用? 像我們讀書讀了幾十年, 有時候讀書讀了幾十年以後, 就突然想到, 哦, 是這個道理, 翻過了就不行, 最終念成人作書啊, 也說, 拜個什麼, 行邪與消行, 是行翻與消行不行的, 結果你是搞翻了的, 那個修文都倒掉了, 必須要自信, 是吧? 那麼, 講了這個以後, 他說要想修道, 而到達行道, 要修文對生的情緒, 成就了以後, 想影響社會回家, 天下, 必須從你自己本身做起, 所以他應用實證書, 七字好後, 最故秦始, 這個, 七字好後, 啊, 就是夫婦之間, 中國文化, 總之他的文化, 所有不同, 又是跟這個宗教, 這時候比較出來不同, 它就成了人道的路程, 譬如我們曉得中國文化, 孔子在立即上, 提出來, 男女認識, 認識大意, 成爺, 認識的問題, 下, 行而上, 必須從行而下開始, 師爭第一批的將戀愛比斯, 關關聚酒, 在火酒酒, 妙條俗女, 精知好愁, 那玩手將戀愛, 求之不得, 還睡不久啊, 我沒反吃, 本來是這樣的一首師, 那為什麼孔子那麼無聊呢, 把這樣男女追求的師, 就跟著這個, 男女認識, 認識大於人也, 並不是叫人, 開始收到絕對的絕疑, 一般人做不到, 老子也是這個就講, 掃師, 絕對的大功也做不到, 掃師, 寡欲, 正量地克制自己, 有個範圍, 有個理防, 理你的防範, 是這個道理, 所以師爭經常提到這些, 講到男女夫婦之間那個, 那這兩次事啊, 我們過去在大學上課, 竟然有些同學們問我, 戀愛在說, 我是不懂戀愛在說, 到現在下不了定了, 現在才發現呢, 這兩次就連戀愛在說的道理, 七字好火, 結果師爭, 成是火名, 就是受應有的火咒, 火雲, 那個旋律啊, 彼此啊, 弗成那, 拿中國的, 弗成給古城那個火咒, 拿著樓骨火起來, 要火營啊, 火得不好, 喬死人啊, 所以一個夫婦, 兩個人結婚了, 就叫做夫婦了, 一男一女, 夫婦如果不能好火, 那就是快火了, 快火啊, 那如果什麼, 如果哇, 撇, 撇得不太了, 打破了瓶子, 還是會讓情勢, 音樂一樣火咒, 這個就是原則, 所以男女之間的感情的結構, 所以戀愛這時候就在這裡, 古書有很多, 就是要收穫得到火咒, 為什麼在《書書舞》中應用這一方面特別多? 相反的你要看到, 從古到現在幾千年來, 人類的夫婦, 家庭, 千萬兩分鐘, 不曉得有幾個是火咒的, 幾個不可能要火咒, 非常少, 所以火咒就標榜, 能夠做到夫婦, 妻子就在火咒, 這個家庭整個永遠是火咒的, 所以想後, 這其實非常難。 第二點, 要夫婦後要在兄弟來講, 兄弟即是火咒去搬, 也是非常難。 我們中國文化甚至於講, 兄弟即是守住, 那麼妻子就衣服了。 有人, 現在也有講兒女是迷茫, 大哥老年,兒女不笑, 受了這個苦以後, 就笑得到兒女是迷茫, 為什麼? 蒙面上好看。 沒有兒女, 人家講這個孤老兒, 沒有兒女, 所以我也有, 那迷茫沒有什麼用的, 她又不能當雨, 也不能當牙刷用, 長在臉上, 可是你沒有她, 她看不完。 所以說, 後人家兒女是迷茫, 迷茫是裝蒙面。 那麼, 故人就不在兄弟啊, 火咒。 兄弟姊妹之間, 故人一來幾個人, 整住到火咒, 我就不知道。 看看人生恰恰, 把歷史更難, 又去到了富貴的家庭, 帝王世襲裡頭看看, 每個帝王世襲裡頭, 那些就沒得到。 他就好像說, 這個六親之間, 父子, 夫婦, 兄弟之間, 越到了有錢, 有地位, 户愛就很難, 户愛才是最痛苦, 艱難, 貧窮的家庭, 貧窮的社會, 才看出了人生善良的一面, 有孝子, 有兄弟的火岸, 真感情。 這個終結, 一加讓富貴的形態, 人生善良就污染了, 就遭遭, 就被染污了。 所以說, 能夠收到, 彈起腿來打得, 無妄想無風的, 那容也, 起而行之, 讓人之間的相處, 讓人之間的相處, 快樂期待, 永遠是和愛, 和平的, 快樂的相處, 沒有大腦, 沒有彼此的悅恨, 家不行了, 去呆, 連連不捨, 睡不得分開。 那, 二日, 二次家, 落兒其農, 他說一個人就到, 夫婦, 兄弟, 家庭之間, 家屍, 家是家, 家是個總代表, 有父母, 兄弟, 父子, 這幾個主, 活在一起, 這個叫做家。 死, 是每個人自己的房間了, 大哥跟太太來一個房間, 那他的死, 家裡頭一個死, 二哥跟二嫂來一個房間, 那他的死, 家是家, 死是死, 但是中國說門是大門,戶是小門,小門叫戶,門戶是兩個觀念,窗是窗,勇是勇,窗下面這個兩,好像這幾個字看起來一樣不一樣,在他的觀念不一樣,等如外網一樣每個字用法,一個一個字發音觀念就不一樣了。 所以一個人能夠行到自受勇於,自己個人受到勇於,受至於家庭能夠活絡,家庭都不能活絡,無法去團體,能夠去團體然後再踏國家。 他這個樣子,只願父母及頌友。 這裡下個電影,什麼叫做這個人孝頌? 就到了兄弟、夫婦。 一切應受這個人的影響,都能夠享福,享福而快樂的。 平安、平安、安靜,這個叫做孝子,叫做孝子。 所以孝子下面加一個孫,孝順。 孝是孝子。 一切孝子呀,忒忒瞪眼睛,忒忒吵架,那叫做孝女啦。 孝順就不孝順,孝在孝順,那叫孝順。 那為什麼?他就講到收到方面,就講到家庭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你切身最重。 自己切身最重,家庭直接做不好。 他說我能夠使社會,使團體要求貼下國家如何如何,那是有。 那叫做兒童的幻象處。 在真正的形象是不大可能。 所以所加中國文化道理要求自己,要求本身得起。 由此,馬上就推到行而上去了。 第十五章,講完了,接著第十六章,就推到行而上。 所以,貴人只為貴聖衣服。 有人說孝子一輩子不大貴聖,就根據孝女來講。 孝女孝子是貴聖貴聖而願。 所以,忠儂是孝子生自做的。 然後,少爵就是後人圍造。 因此,孝主將貴人的貼聖、宗教貼聖、典禮,他在這個地方出現了。 孝主是很簡單能量他親生了這個東西。 也有鬼,也有神,所以鬼与谁,两个不同。神是,要解释这个字,我们讲过的,大家都了解,不需要再解释吧,都知道,这两个字都是从田子部头来的,知道吧?需要解释吧? 还有,我说了好多次了,重述话,中国两个字,鬼神这个字,严格的要求起来,这像谷都从田部来的,就是一个圆圈,一个诗价,这个田子,田子谷文最像谷的,转字还要像,就这样写,这个代表田,圆圈代表这个地球,地面是圆的, 像谷人并不认为地球,地球是方的,四日把它画一个再写,这个代表田地,土地,这个田子啊,上面,终结出一只头,就是有,就是我们现在写田子上面,出一只头,写这些方的,方的写这些方的,现在就是有,自由的,就是有,写这个,等于这样, 有的,在田地里头,这个草木出了一点的萌芽,都有,上面出头,下面根,生下去就是生,通向要通向,这个就是生了,所以夹着这个生的道理,旁边夹着仁子,旁边仁就是生,就是这样,撑起来,就是生,这个仁就拉开来生,哦,生,生,就是这个生。 好,那么,生呢,是旁边,中国字,这个字开始,一画不能贴地,这一画下面再加一画,这两个说号代表是像,结果一画下面加一画代表是像,后来把它一画,下面离起来一画是像, 然后再给它,然后再给它挂钩,挂在上面,再变成下面想多一点,古代这不是多一点,然后来着全城都弯起来,你看,跌下杆,带着弯上,我们,所以这个田子啊,它鬼,人死了,人身上,生命, 命,命有两种,荒语派,一个精神,一个无力,无力的东西,那个派是无子的,重重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营养啊,生命都嫩,那个精神灵魂清明,下下走,这两个还活在身体里头,现在叫活人,这两个分开了就叫做死人,那么死人啊,那个洪派有一部分,下下走,这个铁下下面走,就叫做鬼, 是鬼,是鬼是下跌,地下跑的,下面不通的,是吧,只过啊,神啊,向下通的,所以神这啊,向下主要说通,叫做神,神这旁边就没有个死呢,一路上面,在一个帖,帖子下面挂下了三条,就是死,现在告诉,上天,这个虚空中有个现象带给你看得到的,死,给你看得到, 这个死字盘,不叫做一日盘,所以中国字一日盘啊,说这个一日盘,两点是一日盘,一点就是这个死字盘,那么中国字注意,要说常常把一日盘的字啊,写成一点,一点就应该写一点,写成两点就写错了,那个中国字的义你就错了,所以鬼呢,是个阴的东西,鬼疯,就是要吓跑,逼急的,神啊, 剩下四方方面做通的,那正是雷达一样,你看这个字就像个雷达网,上面做通的,啊,那么鬼人两个字,我们认得了,什么时候,后人写个鬼字,把它写下面跑,头上又给他来一根,两根头发,啊,就现在写那个鬼字就那么写,啊,上面那个头发鬼像,啊,画一个鬼像,啊, 那么,空子是直接情人,鬼神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空子情人了,所以宋朝后来这些仲家不情人也做不到啊,啊,我们的老教主情人那边,自信学师情人, 那么,那么,如家戴士怎么样,鬼神在二气之两个人也,有一套戴士,问他哪样,两样二气,那之后就戴士是阴阳过气,哈哈,很荒妙的,那么,所以我们把鬼神先留一下,休息一下这套。 呃,刚才,刚才讨论到鬼神的问题,空子是直接情人,有他的存在,而且,再次,他的说明,鬼神只为德,这个德,并不是讲道德的德,这是他的作用,他的作用,他,他的作用,去信以赴,他是认为, 神的,不是梦生,不是万一动门,充满,到处充满,那么,他说这个鬼神的作用,是者而夫界,听者而夫问,体悟而不可疑,看着看不见,听也听不到,所以听到鬼叫,那不是鬼叫,是女生叫,啊, 真正没有鬼叫,你说我看着鬼,是看着自己心理上的灾影,他也看不见,那么,有几种人看见,喝药室的人看见,真的假的,反正有问题。太健康的人,要说看,看见,但是人很少有这样健康的头脑,预言, 评式,出现,除了肥辑嘛,几种人感受,射导主人来说,对外拥离,那个anger 射导主的人,这 väldigt disminence 导主的人,是个仙导主的人,看见,那很少有人睁得了道,睁得了预言,同样看着,就是患相,都是第六世的,那些在心里说就是幻族的一种,而第六世的,都用意识,都用意识, 有時候都一樣的意思還是假的,戴自盡。 這是復習的道理,我們不確實在那一邊去。 所以視則不解,聽則不聞,是這麼一個東西。 但是下面有一句話,所以空子的道不是偶然修的, 這句話很清楚,體悟而不可以,問題是這個道理了。 鬼神只有這個東西,可是人類、物質實在,一切是兩種東西,有不同。 但是它有這個力量、有這個功能,跟我們不相干。 要透過了我們,可以體會得到,它必須要透過了物質去作用。 但是我們這個精神的生命,就是心無意願。 假設我們這個靈魂,這個精神的生命,沒有這個肉體了,是不來作用,可以去作用。 在自母的貼地,自母的實在,在鬼神的貼地裡去作用。 在這個物質實在,不去作用。 這是兩回事。 而且鬼神,他所喜歡的光,跟我們就兩樣。 所以我們現在喜歡亮光,叫做要光明。 黑暗,我們喜歡看不見的,害怕的,那個叫黑暗。 所以有一種生物,有一種蝙蟲,很多的生物有蝙蟲。 一隻鬼人喜歡黑暗那個光,不喜歡這個光。 而叫無理的道理,我們看的光也不是真的光。 太陽光本身透過了空氣裡頭的灰燼,很多的物質,只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光。 太陽正在那個太空裡頭的時候,它有不發亮,是黑的。 太陽光透過真空的那個地帶,是黑的。 黑的不是一種壞東西,它也是一種光。 也是光。 但是我們這個人,在這個物質上所愛好,說什麼? 習慣性是這個物質所改的東西去作用。 所以鬼神跟這個物質在人生接觸, 他必須要體悟,他要透露這個物質所改的一部分, 他能夠取得作用。 但是體悟而不可以。 雖然他沒有通過物質而取作用的話, 那你講他沒有嗎? 他說有。 怎麼叫不可以?到處做存在,沒有那個地方不存在。 那麼我們正常說人生的正念,我們年成熟, 這個老輩子的朋友天生會看鬼,生了就會看到。 所以他看到鬼家鄉變了。 那你跟他走一路啊,會嚇死人, 你又闖到他肚子裡去了。 他又闖到你肚子裡去了。 那邊坐一路啊,這裡就是嘛。 他東說西說,可是他不省睹喔。 過去有一位大師教授叫張陸光, 說好、問好、畫好。 而且他從媽媽都出來, 生出來貼上一閃眼睛啊, 我們叫他鬼眼。 那個鬼眼啊,始終我們眼睛不同。 看他那一張眼睛好像沒有亮光的。 可是他看什麼都清楚,看得很清楚。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拋警報就拉著他。 所以那裡可以躲, 這邊不能躲,躲得很,到那裡去。 跟著他,確定很安全。 你看咧? 所以但是他這個起作用啊, 那時候鬼神體悟而不可以。 他必須要一定一個東西。 所以說你走夜路啊,聽到聲音啊, 聽到鬼叫,那都是昆仲所蓋的, 對他的生物的叫,絕不是鬼。 這個有時候他也可以發出聲音。 聲音不是鬼發的。 他抓體悟, 一棒了某一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起屋裡就要應生形象。 所以你們這個夜教佛修的維修修, 這屬於帶子證。 這個帶子, 他必須靠骨子而起作用。 那, 那麼孔子就講到這裡, 詳細啊,他就不講了。 所以他就講我們這個修文。 所以他有許多問題, 孔子就表達在人道方面。 行而上,他不達願意講。 所以那個女生主公就說, 天, 命與天道, 性命之力, 控制不達多大。 鬼神之力, 控制不多大。 但是他只叫你一個黏著, 正而怨著。 不要太承認。 你不要去一天搞, 看鬼啦, 修鬼道, 去服軟啦, 那你人都變成鬼了嘛。 他鬼慢慢給這個氣氛給你來解鎮, 你就是活鬼過了, 沒有意思。 那, 是不能玩的。 那麼, 但是孔子要說, 是天下主人, 摘命聖父, 以神祭祀, 陽陽和自在之上, 自在之左右。 看你不要, 這個東西, 行而上, 看不見的那一面。 有鬼就有神, 也有天父, 也有天父, 也有上帝, 都有。 祂出的方位不同, 祂所領導的範圍不同。 是吧? 祂所以講, 這個鬼神, 祂講籠統這個觀念, 另一個生命, 是天下這種災, 清新為之災。 這個旗子, 中間大個小。 我們現在講, 吃災, 吃素不叫做吃災, 叫做吃素。 這個齋子啊, 是中國文化。 上課就有, 《禮記》裡頭正常提到, 摘、蓋、摘、 這個齋啊, 這個棋子通那個齋, 裡頭摘一個小子那個齋。 這兩個字通用。 摘蓋就是把自己心裡頭, 所以摘蓋叫做心摘, 講主說得真清楚, 心摘。 我們修福的人, 修慘宗的人, 說不起分別, 往年不起, 這就是精摘蓋, 就是手蓋了, 就是手摘了。 我的口音講, 手蓋, 就是手摘, 摘蓋就是這個東西。 一年不升, 全體現在是精摘蓋。 所以中國古力啊, 要持摘。 所以你看, 中國帝王的時候, 碰到貴家大師, 皇帝要離開內宮, 跟皇后彼此都不能在一起。 一定一個人住在一個店裡, 在這個房子裡。 所以摘蓋, 摘蓋特別。 摘蓋也不是完全外省洗澡, 腦子裡洗乾淨, 不亂想, 叫做摘蓋, 就是鼓勵。 腦子不總亂想, 是將摘蓋外面洗乾淨, 還是外表。 心裡頭, 雜念都不亂動, 那個叫慈喘。 摘蓋, 摘蓋是這樣子, 叫鼓勵。 那麼, 古人中國的文化, 對於紀律, 就現在這樣拜一拜了。 不管你拜祖宗也好, 拜上帝也好, 拜菩薩也好, 拜神也好。 總要你關於紀律的話, 乃至從中壢紀念舟都一樣, 中壢紀念舟就是紀律,紀念。 那麼這個時候要摘蓋聖後, 衣服要穿端正。 像我們小的時候, 紀律中的時候, 我都是張國祖祖祭。 很小的時候, 那很苦。 邪教大人, 奉奉你, 訓練了好幾天了。 穿到長袍, 穿到馬褐, 站在那裏, 兩邊那個戰力, 先生一切叫戰力, 現在叫師女。 那個戰力, 那都很嚴重啊。 一下叫你, 一上來就位, 一戰。 那已經心裡頭都在發抖, 摘蓋不起來了, 都發抖。 因為不是怕鬼神, 怕很多活人在看。 怕得這些活的鬼神啊, 最恐怕。 然後說, 靜光啊。 把帽子弄一弄, 還要叫你洗手。 要將這手也洗一洗。 那走起路來穿個長袍子, 尾巴還要擺得好, 不能夠忍下去, 尾巴要這邊擺不成樣子了。 那兩步啊, 都是規格局局修過的。 那嚇得我們啊, 外下來後, 媽媽把帽子趕快再擦汗了。 嚇不嚇, 嚇死人。 不是怕鬼啊, 怕人。 怕失禮。 那個失禮是很嚴重的, 不能失禮。 這就是災命, 聖父。 不是現在要吃熱褲也可以去教堂。 哪個時候不能吃熱褲啊, 冷褲也不能熬。 不冷不熱要聖父啊。 要他專門的禮服。 那一生即死。 他說你外, 外生內生的黏症, 精神的統一。 外生的症症不麻糊。 這個電感就可以給鬼神來做。 就是體悟而不可以。 所以為什麼你要向教堂跪拜祷告。 要做好祷告, 要做好拜佛山。 就要抓住這個精神。 摘門聖父, 一生即死。 這個症呢, 要成解的意思。 還有電感。 這個電感不要你懂念頭啊, 要摘門聖父, 要摘門聖父, 要摘門聖父。 要完全是摘門聖父。 要完全是摘門聖父。 所以我求什麼? 心裡頭要求求發財, 求發財。 那一定不是摘門聖父。 摘門聖父, 摘門聖父, 摘門聖父。 摘門聖父, 摘門聖父, 下面就是三個字,水流帽。 我們小時候讀書可憐啊,翻工具書,什麼叫羊? 不會像是大西洋太平,水流帽。 水流還有個帽,水的帽是什麼? 這水流河河河河河河的,洋洋沙河, 微風吹來,水面上微不興趣, 很漂亮,它月亮繳在水面上,小小的風吹, 那個水呀,一點點破去,就是羊羊,活活活活活活的。 所以古王在說什麼叫羊?水流帽。 他不能在說,流水的那個帽,就是那個現狀,那個意見,就是羊羊後。 你不要看到,我們現在年輕人都認識中國的羊羊,太平羊,大西洋。 大西洋當然也是水流帽,那個水流帽是那個浪,這樣翻的,那沒大意思了。 那叫做洶湧,不討洶湧。 那又另外兩個字,那個洶就是很洶,洶就是拱上來。 那有些浪,海底的浪,不是那麼拱的。 拱到真正啊,颱風起來,大海來,海底就知道有些浪子從海底上那麼拱上來,要命的。 那麼大的房子,一個浪湧就把那拱跑了,從下面拱上來。 那叫做波塔洶湧。 那種形容詞不同了。這個形容的洋洋,糊糊糊糊糊糊的,充滿,無處不斷, 粗粗改在。在哪裡?就在脊上,就在你這裡。 就在左右,無處不用。 它充滿。 那麼福家呢,福修呢,叫做靜虛空撇發感,是形容詞。 福家空子呢,不講軟著,不講形容詞。 不用了什麼靜虛空撇發感。 它只用軟著,只在地上,只在地左右。 怎麼樣的道理,你把說都懂了。 沒有一個宗教者是不相同的。 那麼,下面將來。